这就是Wolf Media's Rallying Cron 一祈求自由和正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我是周尼安 今天跟大家来谈谈卫生状况 在这一次武汉肺炎的发生 有人说这可能是有一些阴谋 但我们姑且先不论这样的阴谋 我希望能够在这一个疫情发生的同时 透过全世界有非常非常多的资讯 希望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中国各地方可以因为这个疫情的发生 然后改善自己的卫生状况 这个不靠党的啦 因为中国过去七十年来都是由中国共产党统治 那中国共产党就是好像党党说了算 所以党呢 你只要加入什么党 他是党员啦 或是说是这个党的什么官二代啦 党二代啦 开国元老的这个家族啊 等等的 现在他们说了算 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是来自于你是皇帝 皇帝式的观念 就是说 我是皇帝啊 我最大 所以我说了算 我最大嘛 那我不管我的有没有专业 我都说了算 但是是过去啊 你说一百年前三百年前五百年前的 中国可能是这样 但是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 中国呢 有十多亿的人口 但是中国也有非常多的人 在全世界其他很多先进的国家在发展 那应该都知道说 什么是进步的 什么是文明的 什么是可以改善的 所以呢 其实在这一次的武汉肺炎发生的一个情况里面呢 我们也要告诉大家 比方说中国人 尤其是南方 这个南方的一些就是市场 讲说这次是什么 蝙蝠 就是说有一个 有这样的野生的动物 那这个肺炎的这个病毒呢 是寄生在这样子的野生动物里面 那我们人又去吃了这个野生动物 然后现在他就是 我们就是他 就是这个病毒的宿主嘛 那他这个有可能会透过 这个讲话 这个飞沫传染 或是接触传染 手 接触传染 或是听说现在还有粪便传染 所以他这个病毒呢 就是看他要寄在什么样的宿主里面 好 那这是我要说的是说 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 当然我们现在如果生病了 我们需要医疗 我们需要有效的医疗 可是也非常遗憾 我们看到说在这一波的 这个这么严重的疫情里面 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 医护人员的阵亡了 就是说他真的就是 累到倒了 就是亡生了 这样也看到了有好几位了 那因为 因为是不是可以单起 有这么多人生病 而且是同时生病 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避免生病啊 就是我们要怎么避免生病 现在都说 大家都在戴口罩 但是大家知道 我们保护这个 自己的个人卫生 这也是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把身体洗干净 我们把双手洗干净 用肥皂来洗干净 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当年日本 日本为什么可以来到台湾 因为这个甲午战争 然后签了一个这个下官 这个条约 又称马官条约 那他们日本当时候来台湾的时候 他们也好多人都生病的死掉了 为什么 因为台湾太脏乱了 然后里面 我们台湾有很多祸乱 那现在也是一样啊 中国的一个卫生的条件 他必须要被改善 那他由谁来改善 除了这个共产党 因为他现在是这个中国的政府以外 我们每一个人还是可以去改善他 自己从自己的家里面打扫干净 让这个细菌病毒 不要在自己的身体周边来去滋生 这个是很重要啊 所以我们可以从自己做起 然后自己保持清洁 保持卫生干净 那我相信这个对疫情也是会有帮助的 吃的营养 睡的饱 这很重要 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 加油好吗 加油 你说我应该能够健康уш磨と